欢迎订阅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名侦探柯南创作故事 名侦探柯南的作者青山钢昌 原名钢昌 青山钢昌出生于1963年 青山钢昌的家族经营着小镇上的汽车修理厂和加油站 家中共有四个兄弟 青山钢昌排行老二 哥哥是发电所的技术人员 一个弟弟继承了家里的事业 最小的弟弟则是医生 青山钢昌从小就特别喜欢侦探推理小说 常常和家中兄弟组成少年侦探队在附近探写 他还是个漫画迷 但是父亲觉得换漫画这种东西 看了也成不了什么有出息的人 希望他做一名正经的美术老师 一直严禁他接触漫画 因此在初高中时代 青山钢昌只能偷偷窝在被子里打手电筒来看漫画 青山钢昌小学时迷上了福尔摩斯 第一篇读到的作品是《雪字的研究》 而至今最喜欢的一篇是《跳舞的小人》 也因为受到福尔摩斯的影响 特别喜欢理化方面的学科 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二年级都是剑道社的成员 因此特别喜欢剑客 小学毕业作文当中 对自己未来的期望是当一名侦探漫画作家 小学和初中时期 青山钢昌一直在练习剑道 但某一天 他在剑道社漫跑活动期间看到了那里湛蓝干净的大海 产生了将这幅画景画下来的冲动 第二天 青山钢昌对顾问道歉 决定退出剑道社 加入美术社 青山钢昌曾接受某家日本国立大学美术课程的保送名额 如果在那所大学毕业 他就可以直接成为一名美术教师 但在接受面试时 被问及想当什么样的老师时 当然自己并没有当老师的打算 而是希望成为作画监督 结果不出所料落选了 高中班主任得知这段面试经历 严厉批评了他 后来青山钢昌参加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的实际技术水平考试 这个考试包括他在内五人通过 青山钢昌顺利通过了面试 进入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专业 日益位于江古田站附近 但去东京死后 他的父母记错了 在中野区找了间公寓 为了不做浪费 青山钢昌住在那里 住处距离学校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为了节省乘电车的钱 他选择自行车上学 一年后青山钢昌搬到了学校附近 刚到大学他就摆脱了父母的束缚 大胆加入了漫画研究社团 原本青山钢昌想进入东京电影当一名作画监督 但在同社团学长思野博之的推荐下 青山钢昌决定以漫画家作为自己的目标 当时青山钢昌还在校友漫画家阿布丰的工作室当助手 一天阿布丰问他 你天分不是我不想真正的画漫画吗 这成了青山钢昌走上漫画之路的契机 在阿布丰的建议下 青山钢昌向新人讲投稿 最初青山钢昌选择投稿至《周刊少年》麦克尼杂志上 但由于当时杂志主编不看好他的画方而作罢 紧接着青山钢昌联系了《周刊少年》Sunday编辑部 其作品得到了负责人的赏识 1985年青山钢昌从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毕业 在日益就读期间 青山钢昌取得了教师资格证 并在自己的母校做过教学实习 但他对父母提出自己想要当漫画家的愿望的时候 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最后他的父母给了他一年实现去成为漫画家 1986年青山钢昌在《周刊少年》Sunday刊登了漫画约定成为漫画家后 青山钢昌又邀请阿布丰等人担任自己的助手 他以自己曾经画过作品《玩似流泛》为原型 开始创作《魔术快逗》 1987年《魔术快逗》 编载 1993年青山钢昌花了两个星期构制柯南的故事和形象 把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全集》拿出来反复研究 还因此给主角命名为柯南 1994年1月 青山钢昌创作出了《名侦探柯南》漫画第一期 刊登在漫画杂志《周刊少年》Sunday创 连载之初青山钢昌觉得作品创作难度太高 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但这个想法被编辑部驳回 于是青山钢昌决定到拉斯维加斯去度假 就在度假期间 青山钢昌接到了责任编辑的联络 得知名侦探柯南决定电话 在这件事情的推动下 连载得以继续进行 2005年5月5日与生幽歌手高山男注册结婚 后因青山钢昌工作太繁茅 在结稿之前都会待在工作场所不外出 而身为著名生幽的高山男同样十分繁茅 因此两人总是聚少离多 生活之中总是很难见面 但长期维持这样的生活后 两人之间已经产生无法拟合的鸿沟 既然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于是只能分手了 而青山钢昌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采取了无可奉告的态度 2007年12月与高山男离婚 2017年10月18日出版纪念自己已画家出道30周年的书籍 青山钢昌30周年书 12月因身体原因宣布其作品 名侦探柯南进入长期休展 2018年4月4月1日 该作品重启连载 very 好